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的节目 今天是5月22日 深夜的时间 我不知道播出的时间是否过了今天 但也是今天录 希望大家尽力订阅YouTube和Patreon 每月订阅捐款 也希望大家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用Superfans Function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一直都是支持 行公义好联敏的我 能够尽力维持我这样的 就是品格 也希望继续这样做节目 很多人都想听什么刘世良那些 遲些我们才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先讲给大家一件事情 想提醒大家 现在我觉得近这几天 近这几天 无论大家知不支持刘世良 注意是否共产党是在做一些 两方面都怕人去撥的一些认知作战 OK 这两个这几天 尤其这三四天 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 希望大家就知道 我们要坚持的 对陈桥案 不要失招 不要讨论那些其他的 一些KOL或者评论人 陈桥案的真偽 OK 刘世良夫妇和聂德宝 本身有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 还有他们本身 应该要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如果你用这件事 魂开去 去讨论一些其他人的 是是非非的话 我想过这些东西是 不致 不致 有些东西 尤其是我们做评论的 有些东西放在心中 就行了 要逼我去评论 哪个人 哪个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没有必要 好吗 很多东西 人家评论的 和我不用意见的 和我和我评论一样意见的 都是一回事 大家自己去听 自己去理解 我就觉得整件事 我为什么会站出来 做很多集的节目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说 还一些受冤屈者 死者 或者再生者 应有的名誉 和公义 也都希望 这件事 能够搞清楚 无论那个人 是有多有名 都好 做错事 就是做错事 我们对事不对人 而不是去抹黑 或者说去 要去评价 一个人 是不是整个世 都是欺骗人家的 这些事 要是证证明 但是这件事 我可以很清楚地说 他是侵权人 我先不说偷野 和欺骗 他起码是侵权人 未经授权而盗版 对于版权来说 是盗版人 这件事已经足够了 现在今时今日 没有道歉 我们要的 不是有些人说的 所谓的 向怨的和解 握握手 大家做个好朋友 式的和解 而是这件事 要搞清楚 谁要向谁道歉呢 我想 我不是家属的一条虫 我都不认识陈翘的 长女 但我可以这么说 他们要的是赔偿 从来不是 这件事的本质 不是 这个刘世良夫妇 有没有给三万 十万 三十万 给陈翘 这件事的本质是 他们有没有侵权 有 就赢 没有 就否认 否认人家不可信 你拿出真正的理由 和大家说服 我听完他 7分钟 24分钟的影片 这个是未被说服的 我相信陆续有更多的事证 有更多的说明 会逐渐涌现的 无论从品格证人都好 这件事不会暂告一段落的 因为事实 这件事的目标 未达到之前 我想相信 有关的人士 很多的 知情的一些同道 我说的不是消息的档案 很多知情的同道 和记者 都可能会逐一 用他的方式 去表达他对这个 陈翘先生的支持 这个不是对人的支持 而是对他被侵权的 这件事 觉得惋惜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有勇气站出来 把这件事说清楚 也希望 Joyne Sneek 这件事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能够 延伸算法 懦弱 利益 名利 困惑了你多久 你觉得真相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我讲这些公义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讲的东西 跟你无关 人在做神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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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没有神 神在看 我自己讲到这里 所以有些事情 会逐步逐步的澄清 希望大家不要sidtrack 共产党现在很多挑拨 互相之间的人 分党分派 你攻击我时 我攻击你 然后搞到 大家整件事 失了挑 转移焦点 将他整件事摆下去 哎呀 谁骂谁 谁又不对谁 或者叫犯和解论 哎呀 握握手 大家做个好朋友 而不讲 谁要向谁道歉 这件事就是道歉 消除影响 即是消掉所有的书去 停止出版 你得到的利益 不当得利 应该要捐给慈善机构 这是我的想法 再讲一次 道歉 将不当得利 去捐给 双方合理同意的慈善机构 以及要 消除影响 消掉所有的书去 不再出版 不再宣传 不再出手 很基本 这件事就完了 这件事没有人做了 今天有人不去做这件事 结果呢 引起出一个大头发来 那大头发是什么呢 一堆堆的人 无论是支持他 或者反对他的人 不同的人呢 众声圈蛙 众声圈蛙 如果讨论陈教案 我会感谢 我感谢 我欣赏 我欣赏 如果开始 全方位的样子 伸手救护 一起来 各位 搞这些事的人 有没有想过 就是 很多 不必要的共产党的 摆布呢 共产党最流行 把两件事 都有人滲进来 两批人都滲在每一边 之后呢 撕裂一些东西 转移个焦点 我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被这些作怪 不要再 写什么文章 或者做些什么 言论 尤其大家是一个 评论人的话 或者是一个 对社会负责人来说 有些事情 不需要 知道的事情 都要全部 说出来的 OK 在心中 是吧 就是不说太多 这些人生的事情 OK 再说说第二件事 就是我 521 去了哪个地方呢 就是台北的 中山南路 和这个 青岛东路交界 去那个地方 做什么呢 我由下周 断断续续 今天到晚上 下雨有时 晴天有时 晴天有时 都在那个地方 打等的 做什么事呢 第二次太阳发运动 2014年318 就是第一次太阳发运动 反服务 今时今日 就是反什么呢 台湾国会 香港法 反对违背程序公义 反背黑箱的作业 通过一些法例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会导致很多的个人 啊 企业呢 纷纷还没有被要求 要 传唤你 不是传唤你 要求你来法庭 这个 立法院 不是法庭 是立法院 即获会作证 你不来 来的时候不回答 或者回答一些 回答是虚假陈叔 拉你 罪重判你一年间 藐视法庭罪 是啊 不止官员 任何企业 任何个人 你happen在台湾 你不上去 都有问题 哇 这些什么 你是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 亚国奔派 Rocque Robespierre 想着这个地方 可以表现出你的民粹 就是你 杀这个 这个皇后一样 当然不是这样 立法委员 国会议员 可以要求 军方在内 提供他们的秘密资讯 你不提供 拉你军方 这叫什么 藐视法 藐视国会罪 这个已经是 丧心病狂的状态了 即是将 港版的23条 国安法 和中国的反间谍法 甚至没有 是资讯送中 比如说 我收集他的资料 我送中 你理得我怎么样 当然你送中 你抓到我才算 是吧 可能你拿到的资料 第二天 或者第二个钟 已经在习近平的桌上 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一是程序公义 而是这些实质的公义 这些法例 不能通过 这两件事 一定要抗伤到底 所以这次 会有第二次的太阳花运动 这个就是 我藐视黑伤 蓝白黑伤 大家都发这些 这个是帖子 撕了它 就撕到衣服里 我留一个 和大家做节目 退回黑箱 逐条审查 这也叫符合程序正义 我想这个会慢慢升格 为对于法条的批判 先由程序正义 然后进入到法条的批判 目的是什么呢 搞清楚这些是中国代理人所为 这些是重要的 也有一些东西 很像香港的东西 派这张纸给我的人 是一个香港人 香港人也有很多 帮助一些 台湾的一些民间机构 去做一些法律负责 发负 法律辅助 即是香港要发援 24小时培征专线 好奇怪 这些不是广东外 即是培征专线 就是说 有个律师帮着你 警察问话的时候 他在场 即是 律师培同在场的专线 就是这个 0225592119 是不是 这个就是他的数目 如果你被逮捕 不要跟警察起冲突 保护好自己 并请跟他们说 你要找律师 律师权 OK 等等的东西 这是施改会各方面的东西 有法门 有施改会 所以台湾 台权会 所以这些都是有台湾的一些法律支援 另外想起 2014年的雨傘运动 所以这些学很多这些东西 都涉及到一些 和香港学回来的一些鬼迟 是不是很像呢 所以台湾现在爆发的东西 我闻到那股味 雨水 汗水混合 还有叫喊声 喇叭声 很多的物资 食物的饭盒的味道 其实这些东西跟在雨傘运动 或在反送中遇到的东西 尤其是雨傘运动 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有一种所谓的 很强烈的一种临场感 我没有那种香愁感 但是那种所谓的 好像自己这个国家被家暴的感觉 是很强烈 这个就是我真实的感受 那我希望香港人 入籍台湾 或者将要入籍台湾的 都好地了解这件事 如果我不会强迫你们支持我 如果你们不喜欢 也都无所谓 那你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说 如果真是有心 去为台湾做一些东西 那很简单 来到这个星期五 5月24日就第二波了 因为呢 24日再开会 521是总统就职之后 翌日 就是立法院国会开会 通宵达旦 很多人陪到11点 好了 524呢 更加多了 最近就准备很多粮草 好啊 物资啊 就想着呢 在这个地方那里 责刑 安债 在这个地方那里做事 那我会相信 5月24日来的人更多 有几个原因 第一月方面呢 就是说呢 嗯 嗯 星期五 星期六就放假了 那星期五的夜晚 可以通宵留守的人呢 是比较多的 但是 如果这次呢 是经历过上次 3万人聚集的情况呢 可能北中南的人 分分钟 下班之后 都赶赴台北 这件事 不是只有台北的人 参与很简单 那第三件事 就是说呢 今次的准备好粮草 那是不是等着就是 不只是在立法院 国会外面 在那里继续打等 而是想着其他的行动呢 我只是一个问号 我只是问号 OK 我不鼓励 也都不会discourage 我在这个公开场合 鼓励的话呢 哇 又被人捉到就很麻烦了 我只是说一件事 有些东西呢 努力地做就可以了 OK 有些东西呢 值得说 有些东西是不值得说 OK 这个就是524 第八五 所以大家密切期待 OK 密切注意了 那我们明天 就是我会和阿杰斯 露一次 《桑海神州》 星期五播出 到时候我会和大家 再讲一讲这件事 OK 这个是第二件事 和大家讲的 第三件事 和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是一宗间谍案 这宗间谍案呢 都要好好地和大家分析一下 根据BBC中文网的解说 英国国安法涉香港案 37岁的英籍被告 就是Macu Trickett 就是再次出庭前 是突然死亡的 那这个突然死亡呢 究竟是什么的环境呢 那这位37岁的 这个Macu Trickett 特利克特 我不知道他怎么翻译 生前是英国内政部的移民官 OK 他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也都呢 即是有六年的时间 做突击部队的 所以他一定是操得很fit的 他也有些 应该是tattoo 还是什么 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这个地方是这样 即是一个强壮有力的军人来的 他曾经去过希斯路机场 就做过短暂的时间 那个时间 恐怕就是他认识 即是他上线的时间 等下会讲到上线 跟着呢 调了去这个移民部 那地方做 就负责内政部移民官 那他当然这个移民官 可以看到 所有移英港人 或者所有进入过英国的 拿着BNO也好 特区户子也好 的人 香港人的所有资料 这个就是Matthew Tricker OK 那他收人家钱了 OK 去做事了 又说去搞 这个 是不是Joyce 是不是 那结果是什么呢 是不是Joyce 我不要记得 我先查一下 我没有那个笔记本 你搞那个 那个女士 应该叫Joyce 我记得他们的名字 应该搞一个女士 那个女士 欠人家中 在香港一些 一些数 于是乎 找了ETO的 这个第三把交易 第三把交易 第三把交易 就找了一个下线 来做所有他要做的事 哇 那就不得了了 逐步逐步 把这件事拆开来 那你看到 袁重彪 就是经贸版的第三把交易 再一路指示下去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魏智良 Peter 第二个层级 Peter 再找到 这个 这个 Matthew Triggert 基本上 就是 执行的人 那当日 你记得 离开法庭的时候 我都讲过这些故事的了 審完了 保释 OK 那么 魏智良 Peter 和这个 袁重彪呢 基本上 就是在法庭上 没有耐 一个小时 就走了 再隔多六个小时 这个 Matthew Triggert 才在法庭门 要关门的时候 冲出法庭 手掩面 走 幸好被一些记者拍到 看到他那种狼狈 揣途的样子 那么 当然 他到警察到 去这个问话的时候 他就曾经 至少两次 就是 表明 就是 因为他被人 困了一段时间 当时他已经 说 我出去的话 你只要放我出来 我就自杀 你放我出来 我就自杀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不自杀 我就是被人杀 那么与其自杀 与其被人杀 不如自杀 这个是我的人生 他就说 两度和那个 欲卒 或者警察说明 你放我走 让我保释 的话 嘿 我就自杀 那么 跟着呢 法庭照样判他去保释 因为不是警察决定 不是保释的嘛 法庭决定 就放他走了 放他走 不久呢 就终于 在礼拜日 礼拜日的时间 根据泰吾市谷 Times Valley的警方表示 是有民众 在Madenhead 的一处公园 发现他 倒饿在地上 倒饿的状态 怎样都不明白 总之 他是公园 在一个大庭广众的地方 而根据之前我讲过的资料 他的居住地点 就是Madenhead 你看看 他在公园倒饿地上 如果一般自杀的话 我问你一般自杀 会怎样自杀 在家烧炭 在家烧炭 吊颈 浴缸 放血 跳楼 是吧 或者是 自己开车去撞山 是吧 自己开车去到这个斜路 一眼冲到山 看电影也有 这些是自杀 通常情节 对不对 就不是陈彦霖那种的 OK 陈彦霖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他的自杀方式 这个Tricky 这个Machuy Tricker的方式 你可知如何 竟然是一个大庭广众 人人都可以去到的 Madenhead的公园倒饿 在那个地方 那么大家看过那些 冬野龟吾的小说 或者看看那些 重本清章的小说 你是不是觉得事有QK 如果你要死 你要自杀 你都自己默默地自杀 你写不写遗书都好 你都默默地自杀 怎会在一个大庭广众 在一个公园里 倒在地上呢 那么分之后 你半夜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上吊 whatever 都不通的 是吧 那你这个解释 就当然可以说 我半夜里 直正无人 在那个地方 自杀 那怎么死呢 是吊死 还是捅自己死 还是怎么死法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这样死法 目的是 啊 他想立刻有人找到他的尸体 其实你 你 是否立刻找到你尸体 这件事 是否你自杀 最重要的考虑呢 嗯 所以我说 这个好像 和自杀 有一些 距离要去斟酌了 OK 即是说是否自杀呢 我有怀疑 你那种说法 就是他他杀 即是他 他 在警局里 和警署的人员 说过他两次要自杀 都可以将他 这些秘密的东西 公务人员没有责任 把桶拿出来 还要有消息传出来 真与假都不知道 总之他说过他要自杀 跟着他死了 故事就是 如果有人他杀的话 做到的故事就是 警察说他自杀 说他自己想自杀两次 跟着杀死了他 在他家附近怼弄他 装扮成他自杀的样子 你问我 我会信哪个版本呢 我会信后者这个版本多些 即是他杀的版本多些 OK 但你有没有充分证据 No 没有 但我会从一常理 我看偵探小说 柯林也好 重本青春也好 whatever 你会看到这些东西就是 什麽Grisham那些 你会看到这一点就是 他是 他杀的嫌疑比较大 问题是谁杀呢 是 港共政权 他没有人力物力 物业流也知道 是不是 那你说是否中共 机会极大 会不会英国 英国 英国在查这宗案 他怎麽想杀你 是吧 是不是 是否英国的海军陆战队 他这个 是树大有枯枝 他就剪掉 他就要杀你 中共怎麽要杀你 断了这个揽 那没有人可以举证 证明前面两线 就是Peter和Bill 就是第二线和第一线 他们本身的东西 他们认了什麽都没用 他们都断了揽 还有 中共可以多挤你 Matthew Triggert 第一 封你Matthew Triggert的口 攻不了他两个出来 第二 就是说 阻嚇到这两个 不要再攻其他出来 还阻嚇其他间谍 喏 你敢被人 你自己不幸被人抓了 因为你自杀 不然就被我杀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是不是 完全符合共产党的做事手法 所以就说 做共产党的间谍 你千万不要失败 如果你是港产007 麻烦你记住一件事 做失败了的话 你自尽 你不自尽的话 就这样 做最底下流落的那些间谍 港共间谍 就是这样 间谍禁离奇 意思就是 你们这么失败 影响国威 现在中共就是要 用堆倒你 用堆倒你这个方式 来以警校友 明白吗 所以这件事 就是现在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英国竟然是当地时间的 5月19日 过星期日大概 当地的5点15分下午 在这个 maidenhead 梅德克登的 Granfell Park 格伦菲尔公园 发现了这个 Matthew Tricky的尸体 他接受紧急救治之后 被当场宣布死亡 当地时间在 星期二的晚上 事发公园 中央被封锁区域 可以看到一个 黑色的发衣帐篷 当地的警察也在公园 周围去驻守 警方呼吁 星期日下午 在这个公园出入的人士 提供相关的意见 Matthew Tricky的家人 发出一份声明 他们正在讀念一个 被受爱戴的儿子 弟弟和家人 他们请求媒体尊重私隐 不要加剧他们的伤痛 死者的律师客 Julian Hayes 表示这个消息令人震惊 正尽力支援死者家人 而Matthew Tricky这位港共间谍 曾经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六年 后来成为英国内政部的移民官员 并担任一间名为MTR Consulting 就是MTR咨询保安公司的董事 而这间正是和Peter合作的 这些钱怎么购下来 这些账单怎么交给ETO 其实Matthew Tricky的手机 非常相当高的 里面讲到就是说 ETO出账单给这一间公司 得没有 所以这个呢 他要死是有原因的 有人想着死是有动机的 Matthew Tricky和38岁的韦智良 这个是韦智良 63岁的袁从来一起 被控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 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在英国间谍 和外国干涉的活动 他们被控的主要行为是 在去年12月20日到今年5月2日期间 同意采取信息收集、监视和欺诈的行为 可能構成对外国情报机构的实质性支持 他们被指控在5月1日强行进入一处英国居所 三人首次上庭的时候 紧紧确认自己身份 随后被批准保释到5月5日到位于 老贝利街Obele的中央刑事法院出庭 那个地方是Obele Street 所以那个地方叫Obele 中央刑事法院 警察官在上周的听证会上曾表示 Uncle Trickett被起诉后 曾试图自杀 为他的安全起见应该扣押 但法官拒绝 准许他保释至5月5日再次出庭 警方表示 由於Tricket在保釋期間需要定期報道 因此已將案件移交獨立警察投訴辦公室調查 這個案件涉及到包括公職於香港駐倫敦經貿版的原從標 香港特首李家超批評英國聶造指控 任意逮捕中國香港並誹謗香港政府 或任何對香港政府提出無端指控的企圖 都是不可接受的 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這件事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你給間諜95500英鎊 相當於接近100萬港幣 這樣的錢叫他去做事 當然要分幾層 你有Peter要收一塊 我不知道啊 袁松彪有沒有自己吞一些 之後呢 要給Macry Trigger一塊錢 收錢做事 那些人甩甩漏漏漏漏 被人拘捕 被人拘捕 還有整架手機被人拘捕 這是一個不合格的間諜 是一個呢 完全是一個 身為香港港共間諜界的恥辱 可以這樣說 你做間諜 你做間諜 你隨身帶著其他案件的資料 在你手機上面 非常難 非常有趣 你看到香港政府的間諜 看到香港政府多麼弱 你付不起錢 就別請間諜 那我說了 中國現在的間諜 你聽清楚 看這個 看這個影片 肯定很多 講講的國安人員 我做一條財路給你 要脅 你上線 給多十倍的錢給你 不是PayPal 即刻給你 為什麼 喂 沒錢開飯了 大佬 有錢做事 有水過水 沒水散水 你不要一個協 個個都要脅 那非常好 開了財路給你 聽我的節目 就是 信喪普 就得金牛 不需要得永生的 得金牛 我不是教主 也不是專者 你得金牛 你自己去看看 拿錢啊 大佬 不要問我 問共產黨拿 共產黨驚慈一役 一定願意課水 信不信由你 我就很相信了 OK 所以大家 記住 問他拿錢 OK 被人抓到 可以打這個電話的 OK 好了 這句之外 當然我們看到ETO 都是很風起雲湧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根據這個 汪傳媒的報導 我們看到 有更清晰的圖像 就是說 ETO有七位官員 基本上已經 不是七位官員 是七位跨黨派的英國國會議員 已經搜到要求 英國政府 關閉香港駐倫敦經貿辦 這個是今天 應該是昨天 應該是22號的聲明 這個七名跨黨派的議員 包括 自由民主黨的 阿里斯特爾 卡麥克爾 MP 卡麥克爾 無黨籍的 Lord Elton of Liverpool 這個很出名的 奧爾頓分爍 工黨的 默克堂立 Sylvian McDonald 工黨的 漢漢麥爾頓 Vabian Hamilton MP 六黨的 曼洛爾城堡 男爵夫人 Marinus Bennett of Manor Castle 保守黨 賣爺女爵士 Baronus Mayor CBE 和保守黨 新黑溫分爵 Lord Shinquin 這七位跨黨派議員 跨黨派議員 有保守黨 有工黨 綠黨 有自由民主黨 有無黨籍 什麼都有 是英國的七位跨黨派議員 的一個共識 呼籲英國政府審視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香港ETO 目前享有的地位和特權 首度指出 如果經貿版員工的工作 超出經濟和貿易的合法範圍 作為中國跨境陣外 即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幫兇 應考慮關閉倫敦經貿版 它是根據1996年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法律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Act 1996 今天講到 如果公約人工做工 比對公共有消息 那些是非公共有消息 的公共有消息 如果公民工業的工具 並抵制當中 公共以公共有消息 並提出公共有消息 這聲明是獲得在英港人組織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和Hong Kong Girls in Britain的支持 並且由HKDC香港民主委員會在美國的協調 而HKDC國際倡議及項目助理劉家文Carmen也指出 英國政府應考慮關閉倫敦經貿板 保護英國居民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權利 特別是18萬名以BNO visa移英的港人 最近的事態發展引起了港府可能透過倫敦經貿板 做跨境鎮壓的憂慮 這一點很清晰 要剝奪HKETO的外交官特權 根據維也納外交公約規定 外交官從事外交任務中 不受迫害和不受法律制裁 這要將他拿走 不視他外交官 這一點也需要注意 OK 這一點是 香港政府當然 強烈譴責 堅決反對 對於這個死亡的回應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特區政府對Matthew Tricky的死亡 八回評論 葉劉淑儀 行政會議司長對Matthew Tricky的死亡 沒有接聽 短訊沒有回覆 不理你 不理 OK 葛珮帆說 抱歉最近超忙 今天排滿 就是你收起啦 周浩鼎和江若寬 以讀不悔的 總之 共產黨未催計 全部都要守正 這個就是 這幫流羅的基本上的本色 這幫不是 香港人的代表 這幫是中共的代理人 橡皮屠章 狗賊 共匪 共狗 就是這幫垃圾 渣載 人渣 送入焚化炉 都怕染污髒過人 焚化炉的人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一些 正式的情況 希望大家 密切主義 未來事態發展 今天先講到這裡 明天再跟大家講其他議題